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12月15号 曼城列阵杀敌 星期三凌晨 英超大开快车 曼城将座阵主场迎战列斯联 在进入圣诞 同新年快车之前 英超三强顶立 投名争奪如火如途 曼城这个榜首位置有利物浦 同车路士在导复视眈眈 谁都不用有失分的余地 曼城金铺主场作战 绝对不会手下流程 曼城今季直到前一轮先至登顶 以作为为免冠军的他们 近期联赛拿到一波六年胜的戒指 贝拿道斯华今季备受哥迪奥拿的重幸 他在过去六轮联赛 用五个入波来回报哥迪奥拿的信任 圣诞同新年快车开始前 曼城先后面对列斯联 同纽卡素两支目前排名下游的队伍 赛情相对较为轻松 值得留意的是 曼城今季继续以高控球率的战术为主 军场控球率达到62.5% 列英超第一 这个亦側面减轻了球队防守的压力 在军场被对手攻门次数榜方面 曼城军场只有6.4次被对手攻门 也是英超所有队伍中最少 可以说曼城之所以能够持续稳定的发挥 和球队全方位的迫抢防守战术息息相关 赛季至今联赛失波数还是在个位数 这个亦是五大联赛中唯一的一队 看来上季输了欧冠联冠军后 哥迪奥拿决心调整踢法 更加重视防守 在阵容方面 后卫组奥检赛路因累积 黄牌救手被罚停赛 中场费兰托里斯因伤不用踢 比尔沙 一位神奇的领队 曾经的亚根廷国家队领队 没有执教过世界级豪门 却拥有足弹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领队之一的称号 他主打的踢法 就是由防守到进攻的快速转换 开创了攻势足球的先河 而列斯联阵中并没有过多的球星 前场偏爱拉菲拿比洛利 同丹尼尔占士这些充满速度 同激情的球员 迅速的防守反击 令所有面对他们的对手都不敢态慢 尤其是在进攻时更不允许大举压上 否则列斯联必定会令这种对手后悔莫及 不过现在这支列斯联在攻势 足球的背后防守并不是太过理想 军场输1.56个球 而进攻更是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 要知道球队今季联赛 军场能够有14.1次攻门机会名列应超前列 但军场只有1.06入波的射门转化率明显不够 这个亦令比尔沙战术意图 难以发挥出最大的用途 今次面对以控球迫抢为主的曼城 列斯联都是难记厚望 系阵容方面 后卫罗宾高智因病缺席 前锋柏德烈班福特等人 因伤无缘出场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